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隔着梨瓜方有蒸馏水池的话 特别重要你要你要需要化解 需要肯定有影响 也是开群的哦 嗯好 那么屋子前方梨瓜隔了六排 的房屋及三条街及三条街有水池 请问还有被课的影响吗 距离多人才没影响 那基本上呢六排的房屋啊 呃六排的 我不晓得你的六排啊 到底是多远啊 但基本上如果说梨瓜方有出现 因为我想这排有属于你们这一区的嘛 或者属于你们这个花园的 或者属于你们这个这个project的 那如果是的话呢 基本上我想应该是不会太远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隔着梨瓜方有蒸馏水池的话 特别就要你要你要需要化解 需要肯定有影响哦 所以需要化解按照课堂上来说 那距离多远 真的很难去讲啊 那上过十张课朋友会明白 真的很难去讲 当然很近就不用说 那远到底有多远呢 肯定一两公里以外肯定太远了 明白吗 所以那个就不用考虑 但是可能在 这个可能几百 公里 公里是meter吗 meter 啊 公 K M 公 meter 米 几百米 几百 这一百两百米 你应该还是要把它看进来吧 ok 所以那个到底 但是距离 到底是多远多近 有没有一定的 那个所谓的 数据 那个是很难定 因为这是完全是经验法则 ok 所以呢 问我有没有影响呢 有影响 有影响 来看下个问题吧 办工作 我说 图青色 利小太极找卦位对吗 啊看一下 哦 ok 我说都说只是这是青色 ok 那利小太极找卦位对吗 这问题问的太直接了 哈哈哈 只能够回答对啊 对只能够这样子回答啊 对 ok 嗯好开吹 这样子吧哎我们大家给开吹掌声给一下吧 我们来来来这种的朋友一样吧 来看他们大家一起来吧 看得到你们的啊 好谢谢谢谢 开吹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